很多 都是这个 假的东西 批图的 或者是造谣的东西 一件事情我不对号入座 但是 汪某 如果你有失忆的情况下的话 我的关刀以及擦血量 我随时奉陪你 你觉得火炸 它就会爆开来 火山爆发 看到狗仔葛斯奇爆发就知道 汪小贝又出来了 其实前一阵你们看到的东西 很多就是真真假假的 你知道吗 很多都是假的 又真的我不懂 说这是真的 那是假的 这是真的假的 所以就选择了就不解释 那我们就交由这个 法律律师来处理吧 是吧 所以我觉得解释没有意义 所以你们看到 很多 都是这个 假的东西 批图的 或者是造谣的东西 拍到了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 啊 这不都是批图吗 这不是造谣吗 哪个记者 他报一下尊姓大名 葛斯奇当初毁出招 就是被兰姐这些话给怒到 接着又经历了 葛斯奇向中天娱乐加码爆料 逼得汪小飞微博发文不止喊高 还把火烧到前妻大S身上 瘋了 我已经真的是瘋了 汪小飞最后发文道歉 并表示不会再打扰大S的生活 葛斯奇也秀出对话记录 透露汪小飞测告并找他和解 然后 我唯一妥协一件事情 我不能告诉大家 我所有五个人的照片 王小飞告诉我说 能不能三人就好 定一 好吧 反正我只是要证明说外面女人 其他女孩子 三人OK啊 结果汪小飞麻烦了 两人好吧 两人你再给我吵架还假 我跟你讲我电话直接挂掉了 我就跟他两集结婚吧 我一直说的 我只能接你电话 你还要跟我吵架还假 所以 我们今天 我们也不做小人 这画面我觉得真的太闲思了 真的是太闲思了 心情这个样子 拥抱成这个样子 手都整个 手都整个塞进去了 小飞 就是这几张图 够够清楚 明明 这个算不算出轨 这个到底算不算出轨 第二章 除车大家都不陌生吧 这次我就没有把后面全都打码了 这段画面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 王小飞是直接倒卧在沙巴下面 而且 他就直接在这个女孩子身上依偎着 他在一边拿着雪茄 一边打人打着手机 你们知道这帮子是哪里吗 就是他当时跟8S的新婚房 小飞 很常把女孩子带回家 都带大而已 都带大S不在的新婚房 这段画面 我们很清楚看到 王小飞就直接把这个女孩子 给肉抱住了 而且 他就靠在沙巴的边边坐着 那这个女孩子当时也没有避起来 但是 就是新婚 这时候已经去到里面 再加进去清水 说三个就三个 可是其实也确实 没再大爆小飞 而小飞曾经多日后 在17日的直播上提到 假的B图 造谣 找律师 这些关键字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网友很难不联想 纷纷下葛慈奇告状 这件事情我不对号入座 但是 汪某 如果你有失忆的情况下的话 我的 关刀已经差血量了 我随时奉陪 我接下来有一大票的人生时间 可以陪你慢慢熬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 需要你告诉我一声 这些关键的关键 这些关键的关键 《酬 bola》 油枝二十年代的名字 油枝二十年代的名字 可悟相寄 似乎辑都没有改变 你想那些 我刚刚想して 有什麼事 我真的想想出了 我论要搞碍的 我论了 我论出生了 我论出生意就 比我狠奖了 我论出生意 有些人有的一次 我论断可以回家 所以我提到 我论出生意 我论出生意 你论出生意 你论出生意 我论出生意 我论出生意 要论出生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